杜鞭谦在日本演艺圈可以算是大神级的人物了 他不光是日本顶级巨星 也是在好莱坞市场里发展最成功的日本演员 2005年 一部异计回忆录让更多的中国观众认识了他 美国媒体对杜鞭谦也是相当认可 他们称杜鞭谦为日本的门面 事业如此辉煌 但他在健康方面却很不幸 曾两度患癌 90年刚步入事业巅峰时 他被诊断出得了败血症 之后十来年都在治疗 演艺事业也有所影响 16年又患上了胃癌 再度返回抗癌模式 但和他狗血混乱的私生活比起来 事业和健康都被掩去了光辉 先是3月时曝光了他和小自己21岁女子的婚外恋 接着大尺度亲密自拍被公开 吃瓜群众还没缓过神癌 八卦杂志又放门了 说他还跟另外三名女生有不正当关系 面对铁证 经纪公司没否认外遇的真实性 但说杜边谦绝对不会离婚 会努力解决婚姻危机 更精彩的还在后头 一众日本知名女星都被卷入了杜边谦的烈焰名单 杂志还爆料说他出轨小三从不避孕 这下经纪公司都凌乱了 表示不知道对此如何回应 其实在丑闻曝光前 杜边谦的模范丈夫人设卖得相当成功 他和现任妻子南果部2005年结婚 时常公开表白不管多少岁 妻子都是自己眼里最可爱的人 2016年在陪伴杜边谦手术时 妻子顺便做了个身体检查 结果查出了乳癌 抗癌过程中 两人还重新拍了婚纱照 大秀抗力情深 如今想来真的是呵呵了 不过此事一曝光 并没什么人同情南果部 因为他自己当初就是小三上尉 只唠得个活该的骂名 若不是后面丑闻曝光 前程往事早就被洗得干干净净了 这段婚姻里真正受害的 也只有渡边谦的前妻和一双儿女了吧 很多圈里圈外的故事 请关注鱼圈小包